美国总统拜登计划4月17日 在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城市匹兹堡 向钢铁工人发表演讲时 将公布多项取悦钢铁工人的措施 包括将特朗普政府 对中国钢铁产品征收的7.5%的关税 提高到25%向墨西哥施压 禁止中国转到墨西哥 向美国销售钢铁几旅产品 同时对中国在造船 海市及物流领域的贸易做法 启动可能导致更高关税的反倾销调查 有分析指出 在大选之年争取工会的支持 和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工人的选票 对拜登竞选至关重要 不过白宫坚称 这更是为了保护美国制造业 免受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之害 而不仅仅是为了激发工会成员的投票热情 美国众议院跨党派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4月16日公布调查报告 指中国只持续以退税等税收优惠的形式 补贴在中国境外生产分泰尼类似物 化学物和其他合成麻醉药品的公司 这加剧了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 针对美国的指控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 重申了与美国合作打击贩毒和控制前提的诚意 使馆发言人刘鹏宇称 很显然 中国不存在分泰尼问题 美国的分泰尼危机也不是中方造成的 一位指责中国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 委员会呼吁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 整合情报 经济和执法资源 并向美国司法部长报告 该工作组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助总统工作 并负责监督阿片类药物项目 美国政府问责局4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政府每年孔因受到诈欺 而损失2330亿美元至5210亿美元 问责局针对2018财年至2022财年 联邦预算推算了诈欺损失 发现过去几年 政府遭受诈骗损失规模占联邦支出的比重 可能高达7% 诈骗最高峰与滥用疫情纾困救助金的时间点一致 该部门表示 这项分析报告无法预测联邦政府未来的损失 但仍对已飙升至34.5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提出警告 称美国财政再这样下去就会无以为继 并呼吁对联邦财政进行重大改革 借此减少联邦资金损失改善财政前景 然而 这份报告遭到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严厉的谴责 该办公室当天发出正式信函 对这份报告所采用的推算方法表达了严重担忧 称公布这样的报告将造成社会混乱和对公众的误导 也可能会激怒国会两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媒体办公室4月17日发表声明称 该国遭遇75年来最强降雨 一些地区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降水量超过250毫米 这种天气状况与穿越阿拉伯半岛并横跨阿曼湾的大型风暴系统有关 也给附近的阿曼和伊朗东南部带来了异常潮湿的天气 在旅游胜利迪拜 航班取消 交通瘫痪 学校停课 根据机场的气象观测 周二短短12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00毫米 这大约是迪拜通常全年的降雨量 降雨周三继续向东转移 影响到伊朗南部和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 阿曼国家应急管理委员会称 暴雨引发的山洪造成至少18人死亡 周三继续向东转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